苗栗曾經有超過200家的樟腦油廠 樟腦油產量曾是全台之冠 但卻因為第一年的化學產品快速的生產 導致苗栗的樟腦油廠一間間的倒閉 但是80幾吋的吳藤金 卻依然堅持生產純正的樟腦油 它是如何突破困境的呢 也快看看它的故事 鐵電樟腦油的爐火 經過空氣低氣壓後碰碰的聲音 熊熊烈谷持續燃燒著 鐵電樟腦油的燃料 是從鐵電過的桶槽爬出的樟腦木片 現在已經時間蒸溜差不多了 差不多已經開始要出動了 把蒸氣先關掉 關掉以後 你要把這個後面的放棄的先把它放掉 上面的蓋子開開來 開完了 現在這個下面的蓋子要開開了 開開我就要重新操作了 二樓的鍋爐蓋打開後 冒著濃濃的白煙 下面的工作人員一層一層地爬出 已經炸完樟腦油的樟腦木片 這些木片隨著輸送帶運送儲存 成為下一次提電樟腦油的天然燃料 蓋子爬完後就放進去 去蒸溜五個鐘頭 五個鐘頭那木渣就要爬出來當燃料 而住在苗栗銅鑼箱的吳藤金 堅持製作純鎮章腦油已經超過一匹子 以前全台灣的做腦腦油的大概將近兩百多家 現在有那些媒體專家 外國的記者他們去調查 全世界194個國家中間 剩下15家 台灣豪華的剩下我們這一家 東華是最後一家而已 八十幾歲的吳藤金 從小就跟隨父親做樟腦油提煉的工作 他堅持守著從父子輩留下的 傳統樟腦油廠 那就只是從副業沒有想到做那個樟腦 跟父親做樟腦 一直做到現在做了一輩子 做了一輩子做到老 做了六十幾年 一直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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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行 暴墓機咖咖的作響 吳藤金阿伯每一次提煉張腦油 都必須先將樟墓抱成一小塊 暴墓的速度節省了不少人力跟時間 而以前早期的暴墓 只能靠人力一刀刀的切下來 以前的人他們跑啊 跑得很輕鬆 你要一片一片切就是切得很細片 對 一個人 一天大概是跑兩麻袋 以前提電張腦油技術都是靠人力 雖然吳藤金接手經營時已經機械化 但提電工作還是很辛苦 而不同品種的樟墓片必須要分開 避免製油品質下降 這邊的是粉漿 這邊是方漿 這粉漿它有腦砂的 有腦砂的 這腦砂是一種堡 以前這腦砂可以做炸藥 還可以做中西藥的主要原料 這一種方漿 方漿它是做高級化漿品用的 還有 裡面很多很豐富的材料 可以當飲料 飲料 飲料是這一種的裡面 現在已經被化工所期待掉了 和張腦油廠的提電筒槽共有六個槽 但目前只運作四槽 因為招募的數量不足 這一定要蓋 蓋緊緊 它裡面的蒸氣也不會透出來 然後行動到 那冷卻那邊 冷卻那邊就是說 裡面就裝冷水 冷水 蒸氣遇到冷的時候 它會變成蒸溶水 在層這裡 目前經過的時候 它蒸氣把它 露面的油混把它收出來 蒸氣遇到水之後變成蒸溜水 再流到一個槽叫油水分離 油比較輕在上面 水比較重沉在底下流出去 這樣傳統的提電方式 可以做出百分之百 純正的張腦油 蒸溜張腦油的 就是這樣子早期的 這裡面只有放木屑 大概是300公斤 以前這個樹 樹林比較大 它這一桶可以蒸溜到 30幾公斤 現在這一種 可以裝600公斤 600公斤 但是現在的樹比較嫩 比較嫩 如果今天的 剛剛6公斤而已 24公斤 四槽 所以現在的這個行業 很不能幹下去 為什麼差那麼多 因為樹太嫩 技術的提升 卻比不上早期古早提煉槽 原因是在於 紮木太嫩 年份不足 影響提煉張腦油的數量 而木屯金並沒有因為這樣 就放棄這個行業 我們以前算是老一輩的比較笨 你要堅持吧 堅持自己去 要做 但是 我們雖然沒有賺到錢來講 但是 我的精神永遠是這樣子 堅持我們的品質 我們不用以假當真 叫做欺騙消費者 那一種 算是 你賺了錢 損了我們的德 不做不下去 堅持做良心事業的吳騰青 雖然已經是目落的產業 但還是為喜歡天然老東西的人 而堅持 張腦油 當家庭便方 比如說 蚊蟲咬傷皮膚燒養 還有燙傷火傷 那是很方便拿來 把它噴一噴 把它擦一擦 都非常好用的東西 所以 很多人還是要找著老東西 除了生產純正的張腦油 吳騰青還將張腦油 讓第三代的兒子 吳智珍 做成手工造 成為市場上熱銷的商品 他們是如何將這個老行業 繼續沉船下去呢 歡迎回到美麗星台灣 隨著時代的轉變 張樹的種植數量已經大不如前 吳騰青堅持要生產純正的張腦油 讓第三代的兒子吳智珍 開發出各式各樣的張腦油產品 來看看他們的父子倆 是如何堅守這個古老的傳統技術 延續利他的良心事業 雲從17世紀初大約明末清初 塔萬大量種植張樹 而根據文信記載 也有首次的張腦交易紀錄 而日本統治台灣後 塔萬的張腦人士世界第一 生產量達全世界70% 在苗栗的產量 更是世界公認最大宗的產地 1951年到1961年 十年間 全世界的張腦市場 就在我們苗栗 就是說 台灣張腦的品質是 全世界擺第一的 第一名的 還有生產量也是擺第一名的 苗栗曾經是張腦油最主要的生產地 而烏騰金的父親吳阿相 早在日據時代 就有生產張腦油的專業執照 這一塊是腦丁 腦丁專業人員的執照 翻過來 這印章是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這是年發給的年月日 這是昭和十二年發給的 那時候要考這個證照 也是很麻煩 怎麼麻煩呢 他考試官把所有的張腦 他作為一個記號 通通把它泡在水裡 泡了兩三個月 照照這樣 拿給你去分 如果你分 分得出六十分的時候 這個證照就給你了 當年能夠生產張腦油的專業執照 靠的不是學歷 而是有靈敏的鼻子 這一塊是方張 方張這一塊 這一塊是味髒 這味道香髒 它的味道比較刺鼻 比較刺鼻 這方張比較溫和的味道 烏騰青的集貨廠 有一大片的張牧 隨著時代的轉變 張牧的數量逐漸減少 而樹林都集中在四十年左右 或是更嫩的張牧 隨著時代的變遷 純正張腦油 被化學生產的張腦油 快速取代 導致真正提煉 純正張腦油的工廠 一間間的觀賞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 因為化工的大量生產 大量進口 進口的時候 國家經營的台灣張腦專賣機 已經穿不下去 先不解散開放民意 吳騰青面臨張腦油 行業的沒落後 他深信 純正張腦油 才是對人體最好的 也因為這樣的信念 他的兒子開始從事 張腦油手工造的開發 很多記者問我 一定要來養百家 他們都是改航體 改航轉業 你怎麼還有辦法 繼續的到現在 沒有說 第一 我是堅持我們的品質 這是第一 第二 因為我第三代有做副產品 副產品 副產品就是說 張腦照 張腦母乳 啟發炉 清潔 清潔 我們原來清潔 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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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這麼好 落後出bon 口 寶寶 然後 想要來 還要去 煙燃 不停 絕對 不停 我看這麼多 我這麼多 化學產品 快速生產 卻危害環境 跟人類的健康 因此吳藤金支持第三代的兒子 將張腦油做成不同的產品 開拓張腦油不同的運用領域 不斷地研發新的產品 這個大概賣了20年 包裝也是做了20年 客人還是很習慣 很香 對 很香耶 可以講一下它來源 它來源就是我們 我們用東華做的精油 再來我們這邊造化做好 成型油 現在是造化的時間 一排排等待靜置完成的手工皂 獲得廣大消費群的青睞 讓吳智珍延續家中張腦油 百分百的提電技術 他也將香茅 魂塊等天然產品 發展成手工皂 香茅我們現在也是自產自下 我們山上有一甲地專門種香茅 種的我們再拿過來 做我們要的手工皂 這個味道就是比較天然 就是客人比較喜歡 就是洗一洗蚊子也不敢靠近 而且夏天洗得很舒服 很清涼 現在全世界的 死亡比例最高的一種病 是什麼病 癌症 一年比一年一直攀升 他們先進國家看到這些病是非常關心的 他用醫學科技去研究 結果發現所有的人士使用化工期待的東西 因為化工的東西 比如化化妝品來講 你擦在我們的身體 從毛細孔裡面鑽進去 一直累積 累積到你的身體 累積到爆滿的時候 它會爆發出來 出來就是癌症 化學產品的危害 雖然讓張腦油的市場逐漸沒落 甚至即將消失 而現金張募的數量跟年份已經不如以往 而物潭金堅持做出天然產品給消費者 也鼓勵兒子吳智珍 朝向利他人的方向發展良心事業